真正的勇敢是走错了但愿意转回来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历代至上第十五章 之前我们读到大卫积极地想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 但是过程中他们却用了不合乎规定的方式来运送约柜 因此受到神的管教 可贵的是大卫在这起事件之后并没有因此而远离神 反而是真的把这次的教训放进心里 用更谦卑敬畏的态度调整了自己的作为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至上第十五章 历代至上第十五章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 那时大卫说 除了立位人之外 无人可抬神的约柜 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 且永远侍奉他 大卫招去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 要将耶和华的约柜 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 各侠子孙中有族长乌烈 和他的弟兄一百二十人 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 和他的弟兄二百二十人 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 和他的弟兄一百三十人 以利撒凡子孙中有族长释玛亚 和他的弟兄二百人 西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 和他的弟兄八十人 物学子孙中有族长亚弥拿达 和他的弟兄一百一十二人 大卫将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 并立位人乌烈 亚帅亚 约尔 士玛亚 以列 亚弥拿达照来 对他们说 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 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节 好将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约柜 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 以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 按定力求问耶和华 我们的神 所以他刑罚我们 于是祭司立位人自节 好将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 立位子孙就用杠 兼抬神的约柜 是照耶和华 借摩西所吩咐的 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 派他们歌唱的弟兄 用琴瑟和拔作乐 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 于是立位人 派约尔的儿子西曼 和他弟兄中 比利加的儿子亚萨 并他们族弟兄 米拉利子孙里 古沙亚的儿子乙探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 沙加利亚 遍雅薛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比拿亚 马西亚 马塔提亚 以利菲利户 弥克尼亚 并守门的 额别以东和耶利 这样 派歌唱的西曼 雅萨 以探 敲铜拔 大发响声 派萨加利亚 雅薛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马西亚 比拿亚古瑟 调用女音 又派马塔提亚 以利菲利户 弥克尼亚 尔别以东 耶利 亚萨西亚 领首弹琴 调用第八 立位人的组长 基拿尼亚 是歌唱人的首领 又教训人歌唱 因为他精通此事 比利加 以利加拿 是约贵前首门的 祭司是巴尼 约沙法 拿坦耶 亚马赛 塞加利亚 比拿亚 以利以谢 在神的约贵前吹号 而别以东和耶西亚 也是约贵前首门的 于是 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 并千夫长 都去从 尔别以东的家 欢欢喜喜地 将耶和华的约柜 抬上来 神赐恩与 台耶和华约柜的 立位人 他们就献上 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大卫和台约柜的 立位人 并歌唱人的首领 基拿尼亚 以及歌唱的人 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 细麻布的以福德 这样 以色列众人 欢呼吹脚 吹号 敲拔 鼓塞 弹琴 大发响声 将耶和华的约柜 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 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 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 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大卫调整了 做法 带领团队 按照和神心意的方式 迎回了约柜 让首都成为了 以色列的敬拜中心 所有的百姓们 都欢声歌颂 赞美神 亲爱的朋友 大卫之所以蒙神喜悦 成为猎王的榜样 并不是因为他很完美 都不会犯错 而是只要神告诉他 这样错了 他就会谦卑地 接受指正 这是非常勇敢的 一件事哦 所以让我们一起加油 不小心踏错了脚步 就赶快 倚靠神的带领 转回来 相信神悦纳 每一颗转回的心 也乐意一生带领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犯错 求你指教我 也赐给我更多勇气 和力量 来修正自己的错误 重新 用你喜悦的方式前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天蒙神的恩典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